现在的暴力集团手段是越来越凶残了 在台北市警方就破获一个相当恐怖的暴力讨债集团 逮捕了欺民嫌犯 根据被害人向警方表示 他只是借了20万元还不出来 就遭到灵虐 不但被脱光衣服 还用针去刺私处 用火烧下体 嚣张的讨债集团不但毫无回忆 还对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大声呛下 为什么要拿针刺被害人 并没有做这件事 态度恶劣面对记者问题 海富什么事都没做过一样疯狂狡辩 完全不承认一直说一切都是误会 但是走在前头的无姓祖先 就是涉嫌把被害人囚刑11天 教唆底下小弟是以急刑的筷子手 以这个探考针来刺被害人等等 各种方式 还有用瓦斯枪来设计被害人 以性交易纠纷为由 吴贤以先人跳方式将被害人 关在住处长达11天 还率领小弟殴打灵虐 用针刺被害人私处 以及火烧体毛 让被害人身心受创 胜不如死 被害人拘禁了11天 那期间都是以灵虐的手法 都非常残暴 来对被害人施语殴打 还有恐吓 吴信主贤自称四海帮堂主 从事暴力讨债 警方破获带走欺民涉案的嫌犯 以及犯案工具 警方也持续追查 是否还有共犯涉嫌其中 你跟你讲用什么